在新界的部分地方还保留着传统的汉年习族 同事郑思婷现在在大埔林村 思婷,你那边是否很热闹 是呀,陈佩林晚中午时间 来到大埔林村许元树的市民就越来越多 市民都将心愿写上补蝶 然后诚心地抛上许元树 祈求新的一年事事顺境 可以看到在许元树下面 市民都很努力地将补蝶抛上许元树 有些人订一次就中了 有些人要订多几次才中 今早元朗有村民就用传统的方式去学身税 爆竹一升除旧税 大年初一在元朗围村 村民习族会舞其论和笑爆竹 如意新的一年又很开始 在大埔林村许元树这里 也吸引大批市民来祈福 挂满宝蝶的许元树显得格外热闹 不怕补蝶这个指定动作就更加不少了 订一次两次都不中 不要紧要, 用点心 好开心 订了多少次? 订了三次订了 有什么秘缺? 没有, 条线长一点就着手一点 为什么? 因为长一点会勾到, 机会大一点 这位女士有姿势有实际 订一次就成功了 祝自己天天有花财了 除了大人, 小朋友都一样订得这么开心 工矮花财来自得来报告公司 有外籍游客就一于入乡随俗 感受一下农历新年的气氛 这些补蝶平时就卖大约三元 今天就贵了三成左右 不过仍然吸引大批的善信来祈福 又当主说今年经济好转, 生意亦都好了 经济好了, 各样都好了 他预计生意会比去年好两成 这里不时都有不少食环署人员来巡视 大多数市民都很守秩序 会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里面 警方呼吁市民尽量使用交通工具 来到大埔林村海原树这里 避免造成交通制室 在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了 交换给你, 陈佩南 谢谢, 士婷 至于本港多个年, 消市场在清晨 还有大批市民趁最后机会买年货 有些摊档还减价倾销 有食环署人员由早7点开始 就要去清理年宵市场 冯敏之去看过 早10点多, 维多利亚公园的年宵市场 仍然满地垃圾 有档主仍然在收拾档口 而食环署就派出250个职员 和30架垃圾车和洗街车 到现场清理垃圾 受到红房艺事件的影响 今年年花年吉的消程都特别差 不少档口都卖剩了很多盆栽 令到食环署清理现场垃圾的时间 都比以往长 数量那方面可能比往年 较为多些都不出奇 不过我们有足够的人员 人手和设备来清理 相信都不是一个问题 食环署就说他们发现有一个档口 将花盆打烂 他们已经将档主的名单记录 下年不让他再竞投年宵市场 年日来大概有27万的市民行围园的年宵花市 早上6点多, 年宵市场正式灌登 档主也都开始收拾货品 有档主就不想将卖剩的年花年一般酒 就以一元一盆出售 也有市民趁机执拾一些卖剩的年花 有部分的档主不想被人执拾 就用木棍把年花打烂 清晨5点多左右 仍然有相当多人行年宵市场 卖玩具精品的干货摊档 也都趁最后机会把握每一分钟 希望卖出全部的货品 价钱一减再减 随着年宵市场的结束 食患处也都随之开始清理垃圾 亚洲电视记者洪韵之报道 踏入鸡连, 大批市民都去到黄大仙 池上头煮香, 等俊辉去看国 踏正鸡连, 善讯赶着向黄大仙 池上头煮香, 去回个园 为了抢先一步, 多辛苦都不怕 这些香还没拆穩就被人拿走 虽然这么辛苦, 善讯都说就行 希望香港, 各个赚大钱 这个楼市兴旺, 各个身体健康 总之, 有个没得个没来香港 各个有工作, 身体健康, 大大小小平安 自己方面身体健康, 先生生意兴隆 诚心许愿, 求下签 香烛制品全部不少 有市民说, 今年秩序比往年 今年多好, 往年都整个小时才进来 今年两三个才进来 黄大仙池在正月初一到十五期间 都会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小时到晚上六点半 等更多的善信, 可以在鸡连开始的时候 你向黄大仙去回新年愿望 眼泽电视机, 赵邓俊, 继续不当 再回本港, 不少市民在今天都会出去拜年 有些市民说经济好了, 风利时会较爽些 有些卖生果的店铺就说, 生意比去年好了 蔡玉莲和他们聊过 大年初一, 第一句讲的或者听到的说话 通常都是 无论大人还是小孩, 都扮得漂亮一漂亮 出外拜年 小孩子更加不放过机会 展示一下红荡荡 或者金光小闪的拜年装束 新年穿一些传统的衣服, 很有趣 开心, 今年穿得漂亮一点 今年经济好转 不少市民都说, 风利时会较爽些 一百, 五十, 小朋友大风一点 去拜年当然不少手信 五月二生生猛猛的生果和康年糖果就最受欢迎 生果篮由88元至128元 老板说, 取奇好二头, 亦都特别好卖 预计生意会比去年好 会不会买一些贵一点的生果 会, 贵一点, 平一点, 不会 哪些, 哪些贵一点 橙, 太子 不过, 这档卖小孩三个月的摊档 生意就不一样 刚做到六十多元 今年都没什么人买东西回乡 往几年了, 很多人有原草一 买东西回乡 期望这几天可以卖清这些货 无需团积至下一年 亚洲电视记者蔡蓉莲过头 今天大年初一 有不少市民都趁着春节假期出外道税 经济好了, 有些市民说 选了一些长线的旅行团 陈宝宝和这些市民谈过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每逢个年都是旅游旺季 旅行社都搞下新意 令旅客感受到过年气氛 新年快乐 这个家庭十个人一起去上海 邀亲家旗出外玩一下 一位桌子都是自己人 平时很难一起相聚 因为每个人都要上班很忙 放假假期可以一起去旅行 最开心 旅行社说今年部团的外游旅客 比去年增加一成多 特别是一些长线脱更加受欢迎 欧洲、美加、澳楼 这些以前就静了一些 没有那么多人去 今年是特别旺了 为何呢? 我想可能经济恢复了 人有多余钱 那就去一些影情的地方 有行公司就说 新春期间多班机都爆满 要出动加班机 今年加班机的情况都不错 我们也有四十多班的加班 在今年2005年 我们本身会增加九只飞机 再加上我们华民航空会有两只 我们也有九加二 民航处说农历新年期间 航班数目将会刷新新的纪录 其中出入境最高峰的年初一 升降航班就会达到762班 年初五也会有752班 为了应付繁忙的航空交通 从机场南北两条跑道 在农历新年期间会24小时运作 民航处也会增加航空控制员人手 亚洲电视记者陈寶寶报道 踏入鸡年本港第一个出生的BB 是个男子来的 令氏令婚在浸会医院出生 张韦池去探过她 这个男婴系继年令氏令婚在浸会医院出生 重7.5磅 一出生就成为焦点 面对不断的闪光灯和吵杂声 她都易于好小理 继续在妈妈的怀内甜衰 妈妈王太太说男婴是第二胎 大女已经两岁 今次亦自然分娩 原本预产期是年初二 但她昨晚7点多已经出现阵痛 被送入产房 猜不到儿子会成为 纪念第一位出生的BB 都是很开心 而且现在就很舒服 生了之后 还有想个BB健健康 至于男婴的名字 她们心目中已经有两个选择 分别是迎戏或迎乐 意思都是期望她能够 开心快乐地迎接新希望 亚洲电视记者张慧池报道